我们也了解了一下 就是这些U30是变于哪里 然后这里是中国的U30 跟我们欧美的U30 又比较大的不一样的 我们发现3%的中国U30 是没上过大学的 但是欧美的 特别是英国的美国的 加拿大20%是没上过大学的 这个没上过大学的比例 远远高于中国的 这个跟我原来想上的 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远远高的校业会的 在我们英国U30也是最多的 美国也是名校的 也多的 然后就是海外留学的 我前面所提到的 有40%在我们今年的U30 是有留学的这种背景的 其中可能是美国的 回来的是最多 上UCL的同学的是比较多的 然后就我们英国的 排到第二 然后就是加拿大 上多隆多大学的 也就是排名第三 所以这些国家的 留学回来了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突进的就在了 对 我认识的